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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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制升级是31年来 中国同中亚国家牧林友好关系不断提升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安全等多边合作需求不断增多的现实需要 正如习主席指出 深化中国中亚合作是我们这代领导人 主演未来做出的战略抉择 顺应世界大势符合人民期盼 中国中亚峰会为深化双边多边合作 提供了重要平台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已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中国中亚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分意义 将开启中国中亚合作新时代 中国中亚合作机制升级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正能量 关于六国元者峰会 土库曼斯坦总统强调 中国中亚机制为深化友谊与合作提供新契机 对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托卡耶和总统又表示 哈萨克斯坦愿同中国中方一道 充分利用中国中亚机制 共同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 好的 郑老师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的主题讲话中指出 要携手建设 手腕相助 共同发展 普遍安全 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并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亚提出了四点主张 全面规划中国中亚合作的行动方向 您怎么看习主席提出的系列主张 它对未来中国中亚合作有何意义呢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亚六国元首峰会上的主持讲话 应该说是高无见领 严谨以外 内容丰富 首先习主席在他的主持讲话中指出了 深化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战略意义 他强调说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 处在联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 未来的一个中亚到底是怎样一个中亚 事关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 也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所以习主席在他讲话中指出 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 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 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 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 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下 深化中国中亚合作 具有的重要的意义 打造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就更有它的必要性 那么打造怎样的一个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在他的主持讲话中强调了四个坚持 一个坚持就是坚持守望相助 我们要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 团结互信的共同体 二是坚持共同发展 我们要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 相互成就的共同体 三是坚持普遍安全 我们要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 永目和平的共同体 四是坚持世代友好 我们要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 同心同德的共同体 此外呢 习主席在这次峰会的主持讲话中 也为如何运作中国中亚元首会务机制 提出了中方的八点建议 一是呢 加强机制建设 二是拓展经贸关系 三是深化互联互通 四是扩大能源合作 等等八个方面的合作 进行了一个细致长远的规划 好的 陈老师 新平主席接待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四国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并同图库曼斯坦总统 举行了双边会晤 那在您看来呢 中国同中亚五国的互动 整体呈现出哪些特点 访问和会晤成果 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我注意到在双边会晤中 元首都一致高度评价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 和不断提升 二是呢 都表达了进一步加强深化双方合作 共同发展的愿望 三是呢 表达了携手合作应对各种挑战 积极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点呢 就是对未来深化双边合作 进行了战略引领和规划 我们看到元首会晤之后 双方都签署了联合声明 对呢各领域的深化合作 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划和细致安排 再一次彰显了元首外交 他的战略引领作用 好的陈老师 那在峰会的举行期间啊 各国元首就中国中亚 机制建设各领域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中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发表了中国中亚峰会 西安宣言 您是如何看待宣言及其影响的 西安宣言确确实实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这个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 这个问题上给了一个答案 中国和中亚国家元首 一致赞同 借这次西安峰会之机 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 而且这个元首会晤机制 是由六国共同合作 共同推进 由六国共同轮流主持 并决定下一次 也就是说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将在2025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 同时呢决定在这个框架内设立常设秘日处 而且这个秘日处设立在中国 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 它的运行给了一个清楚的界定 同时对中国中亚六国深化合作 对未来找远于未来的合作 进行了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和战略引领 你比如说宣传你谈得非常具体 就是说中国中亚六国将在双边 多边的层面深化双边关系 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领域的合作的 具体的这种倡议建议都在宣言中得到了体现 所以说西安宣言在中国中亚六国合作的 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彰显了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 那中亚地区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占地 同时也是互联互通的标杆地 十年来啊中国和中亚国家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丰收的成果 这次峰会对中国和中亚国家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有何意义呢 这一次中国中亚峰会对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动能 注入了新火力 我们知道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 首次提出了共建四绸之路近一带的倡议 这个倡议很快得到了中亚国家的积极回应积极参与 中亚国家呢将本国的这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硕过累累 有力的促进了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通过这个大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的建设 中亚地区也快速搭建了公路铁路航空邮寄管线的立体交通网络 那么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的民生 其中有这个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 中哈联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这样的标杆性的项目 那么今天通过十年的这种密切合作 中亚已经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区和标杆地 与此同时正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也就将了中亚的陆海连运变为了现实 使内陆国家的中亚不仅有了出海口 还成为连接欧亚交通走廊的枢纽 此次西安峰会 为元首们着眼各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和未来发展 进一步凝聚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 持续深化政策沟通互联互通资金融通等领域的合作 助力共同发展繁荣 我们注意到中国中亚峰会的召开是正值七国集团 19日在日本管岛举行峰会 两场峰会在时间上的接近引发的舆论的关注 在您看来 中国中亚合作机制是否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机制存在竞争关系呢 中国中亚合作机制升级应该说是双方加深互信深化合作 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 是双方站在各自发展振兴的新的起点上 共模发展携手努力再创第二个黄金三十年的这种共同愿望 那么中国中亚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也无意同其他机制进行竞争 就说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不是抹求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不是排他性的这种小圈子 而是要在中国中亚元首会务机制的这个平台上 支持各自的共同的发展各自的经济繁荣 不是营造西方所说的自己打造的势力范围 双方深化合作的目标追求 是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共享繁荣修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中亚国家关系的基石是牧林友好 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众所周知七国集团具有明显的集团政治 能占思维的印记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排他性 是大国手中的地缘政治工具 两者截然不同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